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台北股市融资连续性的大增 昨天大增的百亿元 那明天又是这个摩台的结算 那接下来行情该如何去做一个看待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会用相关的数据来跟投资朋友做分享 所以请你一定要锁定我今天的节目哦 好的投资朋友大家晚上好 那感谢你参与自己老师今天的一个直播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行情 我们先来跟这个投资朋友做个说明 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收看智琳老师节目的投资朋友 包括运通的粉丝 一定要在这个YouTube这里搜寻前进大趋势 或者是智琳老师的一个频道 那按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我们在周二跟周四包括周六的周报 我们在晚上七点半会做一个直播 那新的投资朋友呢 让你知道一下智琳老师的一个直播的一个方式 我们在直播的部分会分成上下两半步 就是上半步老师会比较专注在讲解这个影音的内容 那下半步呢 我们会有针对网友的一个个股的一个见诊 我们有开放15位名额 那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投资朋友 就是这个直播的一个聊天室你的个股提问呢 就是我们是用电脑AI的方式去读取你的聊天室内容 所以你一定要在我们提问的时段 在电脑抓取这个时段 去key in你的东西 key in你的股票问题 那你要照我们的格式 好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影片呢 因为直播时间毕竟比较长 所以我们在影音的下方的资讯栏 我们有帮大家整理这个 你如何去快速阅读 上半步是老师影音讲解的内容 那下半步是网友提出个股的问题 我们做的回答 那请投资朋友踊跃的帮自己老师按赞分享影片 帮我按赞分享影片的投资朋友 我都祝福你 股票如果有套牢的 都能够顺利解套 那赚钱的股票呢 都能够涨不停 那如果股票不会动的呢 立即就会有这个利多的新闻 来帮你的股票做点火 所以请一定要帮我按赞 才会得到自宁老师给你的祝福 所以请投资朋友踊跃的帮我按赞影片 包括分享影片 或许你的朋友也有这些个股的问题 那我们回答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真的有帮助 你都可以去看 那在这里特别跟投资朋友都有提醒 你如果要询问个股 一定要照我们的这个AI读取的模式 打询问加四个股票的数字的代号 然后呢 成本多少元一定要打上去 那自宁老师只会针对 你有这个打成本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们才会去做回答 如果没有打成本 AI是读取不到的哦 好 然后到这个画面的话 就是要跟大家讲哦 来 各位投资朋友晚上好啊 Rita 静芳好啊 Jessica Momo Momo你又出现了 有没有解套啊 好啊 自宁老师今天人不太舒服了 所以我今天直播我们原则上刷一个小时 好不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把这个 可开始提问这段话 打到聊天室去 来 那在这个我发问的以下 你都可以开始去做提问 我们AI就会开始读取 您的一个询问的内容 记得要打询问加四个股票的数字代号 那也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哦 我们AI是随机读取 所以你不用急 你不用急 不是像以前是 这个只有排名前二十档 不是 我们是随机的 所以你慢慢的输入 不要打错代号 很多人寻也打错了 那甚至有人打请问 不用用 不用跟老师用禁语 没关系 我们大家是平等的 你就打询问股票代号 然后成本多少元 我一定要打上去哦 好 然后手机看直播 如何帮自己老师按赞呢 在这里 我先把聊天室打叉叉 按赞分享影片之后 你再把手机打横看 那如果你有把聊天室关掉 你收看直播 就不会被这些聊天讯息挡到了 那如果你要提问的话 你再把手机打直 按这个聊天室 就可以在自我的去做提问了哦 那请踊跃帮我按赞啊 拜托你们啊 来 那我们进入今天那个主题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主题是 要先高出金减集中 融资两天增加了百亿元 昨天上市增加了七十几亿嘛 那贵买的部分也增加十亿元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行情 你会发现到上去又打下来 上去打下来 上去打下来 这个多空交战非常的激烈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先给大家这个结论 就是我们的数据来看的话 持续性的背离 待会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我们也有带会们高出一些股票 所以呢 在接下来操作 建议投资朋友 一定要步步为营 然后你是我赖的好朋友 我们在昨天有发赖 跟大家预告一档 我们认为有机会复制 这个光照涨幅的一个股票 那会员朋友去布局 今天也是呈现一个拉尾盘的 所以在这里的操作 我觉得股票的数量 一定要去做精简 然后原因 我待会来跟大家讲 那在这个4月17号周六 我跟大家分享融资大增 我真的提醒大家 不要融资做操作了 最近很多的新手投资朋友 进来股市 其实出生之赌 不畏虎 那我觉得你在这里去 行情这么热 你去做一些股票 或许能够赚到钱 但是我刚刚跟大家提醒 这个真的不是长久之计 真的不是长久之计 那融资是连续性的增加 你可以看得到说 今天的资料 这个上市的融资 在昨天是增加了69亿元 我们自己的统计 如果含ETF是79亿 那如果我们单独统计股票是69亿 那贵买的融资其实相对上增加 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认为贵买的筹码 还相对上不错 所以在这里真的提醒大家 佛度有缘人 我们讲的东西 你听得进去就听得进去 然后还没有加入我LINE的 一定要做加入 老师今天在录完影之后的一个 LINE的主页 我会更新最新的 信用筹码相关的名单 你可以去看 那接下来真的提醒大家 志玲老师带你步步为营 该提醒的我都有做提醒 你不要单打独斗 这个行情已经开始打破很多人的一个 过去的一个所有经验 在股市上面经验很久的这些 不管是老师也好 或者是同业很多的分析师 都告诉你可能很多的迹象 看起来都有那么危险 但是呢 这行情还是涨不停 那当然这个就是因为资金的效应 跟这个新加入的股市的人 你可以看到证券划播余额 连续五个月创高 包括开户的人数 有效交易户数是300多万 是过去的大概是一倍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逻辑 跟过去不太一样 那当然这行情我觉得 没有要去预设立场 但是我们就从数据面来跟大家讲 其实这两天的行情 即便台股创新高 我相信你的感觉是 发现个股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其实我们都有跟大家做分享 分析师的价值就是持盈保态 带你持盈保态 这个在周六周报跟你分享 我们的独家数据 我告诉大家什么 在这里真的已经有开始背离的现象 就是指数在创新高 但是很多的股票 多头股票数量在往下走 今天最新的资料 我们用贵买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你看了会更清楚 为什么志玲老师都跟你讲说 你要开始去做高出的动作 来你可以看得到说在这里 这是贵买的线图 虽然有上涨 但是多方股票加速是在往下走的 所以同志朋友 我们今天也高出一些股票 我们周报跟你预告的像雨瞻 我们今天就请会员朋友去做获利了解 所以你有个股问题 待会如果来不及回答到您的 因为毕竟直播时间很有限 因为老师有听到这个客户 不是客户 就是网友打电话来 打电话来说 直播没有回答到他的问题 他不开心 那我们真的时间就有限 而且很多人是后面进来才做提问的 甚至有些投资朋友提问的 股票代号打错了 没有抓到你的一个资料 然后也有人因为因此而不开心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是一个免费的服务 额外的给大家的服务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这个度量 不管志玲老师讲的东西是对的 帮你分析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对的 如果后面有什么新闻利多股票在继续涨 还是利空打下来 这不能怪我们 我们就是以当下状况了 所以如果真的来不及回答你的也没有关系 你加入我们赖 ID是小劳学权TEC或者是扫描这个标签 加入之后 你有个股问题你把它打清楚 老师一样会用这个钱买的资料来帮你做一个服务 好询问 那我们每人只有限一档而已 好那当然LINE的部分问的人比较多 所以通常都是人隔天才能回答你 所以有问题来不及回答你的加入LINE 或者是影片下方填表 都可以 那今天的 录完影之后呢 我会把这个最新的信用筹码相关名单放上去 所以还没有加入一定要加入我们LINE 那订阅频道 投资朋友一定要订阅 收看分析逻辑领先预告节目 那手机如何订阅呢 你可以参考这个画面 在这个打叉叉之后呢 按赞分享 然后订阅自己老师的频道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最近一些盘式 我们一路以来从开宏盘到现在 跟大家做了一些预告的动作 我先把这个画面放大好了 好 来这次在开宏盘的时候 告诉大家有关键的讯号 然后贵买还会再涨10% 当时关键讯号就是这个 多方股票的数量是呈现一个黄金交叉 所以我们当时跟大家讲有这个行情 我也跟你点名是贵买 你不要去买上市全职股 这个我都是先讲的 当时周报告诉大家 加权的对策满足点到了 也就不适合去买上市全职股 所以如果你在当时去买上市全职股 到现在 基本上都没有太多的一个表现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台积电的部分 在这里开宏盘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买到650块以上台积电 你会套一段时间 但这段时间台北股市从14000多 一路的涨到现在已经靠近了 18000的这个地方了 那行情我也跟大家提醒台积电的半导体趋势 看好是不变 但是呢 投资要转练 他短期有这个筹码的问题 4月1号 我跟大家分享605到608 是融资的一个密集成本区 那为什么台积电不涨 我4月10号的第一场直播 有用这个自主制造的一个 台积电要砸非常多的成本 去扩厂 因为台湾的水电 包括土地 能力都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因为车用晶片缺货之后呢 现在各国开始思考 要在自己的国家建金元厂 那台积电势必要去做 美国设想或欧洲的地方去设想 那这个成本是增加的 所以这个是台积电 为什么陷入盘整的原因 然后呢 电子股接棒 在这个周五 周报的一个直播 我分享到 台积电拉这根红棒呢 蛮重要的 所以在台积电 现在的一个部分 也拉到610块这个地方 融资这三天 开始做减少 所以融资已经做解套了 开始有去做一点 减码动作 但是我觉得台积电在这里 只要能够稳盘 就是非常的不错的 所以投资要转念 我们跟大家讲 先不要去做这个上市全职股 那2月20号当周 我也跟你讲 你要去注意贵买 那贵买全职股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 就是在这个 自主制造的这个观念 环球金 当时跟大家讲环球金 这是在2月20号周报告诉大家 他的操作设定 我会告诉会员 当时收盘价是711块钱 我们讲完之后 礼拜一拉出这根中场 后面创新高到839 然后在3月9号台北股市拉回破月线 而不管是环球金还是中美金 我都跟大家分享 这个没有破2月初低点 他们是强势的股票 所以当时的环球金拉回到685 中美金跌回来153.5 这个现行很多人会告诉你是做头 但是只有我告诉大家 这档股票是潜力股 我告诉大家 你要在过高之前等待埋伏 我们提到会过这个高点嘛 所以如果说你相信自己老师的160块 这附近的环球金 你都有机会去做布局 然后会员朋友实际买环球金的穿价证据 我们是有去做提供的 这个是3月底 包括4月6号中美金拉尾盘 更正一下 这个是中美金 那讯息也提到会员朋友有加码数次 这张股票我们买了很多笔 4月6号环球金拉尾盘 所以这股票 我们是不是在破月线的时候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技术面 你很有可能会因此都在停损在相对低点 那今年这种资金行情 其实你会发现用技术面真的是相对很吃亏 所以你的逻辑要正确 4月15号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两档股票还没有涨 你要感恩 所以这股票是不是在还没有涨的时候 一路性从2月份讲到现在 没有让大家等多久 4月20号环球金是有触及涨停板的 包括像中美金拉涨停 所以这两档股票 现在都开放零股交易了 所以投资票我相信你 你敢买的你一定都有赚到 所以恭喜自家人都有赚到 老师也有说到做到 那4月22号这一天 我跟大家讲 我们会员有高出 当时有拿出相关的证据 所以高出之后 我们在昨天有请会没有买回来 你可以看一下 我在周报是跟大家提醒 礼拜一在昨天的早上 先不要去追股票 你昨天很多股票 你整他震荡拉回再去买 跟你买在早上的地方 是不是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去想想看 有哪一位分析师 可以先跟你讲 明天行情大概怎么样 这个都操作经验跟筹码 因为融资大增 就是会有隔日充满压 你看今天早上 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中美金在这个 昨天 在9.43分这个地方 我有请会的朋友 191.5分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买进 那昨天收盘是200块钱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的股票 就这些我也不会每天跟你讲 不一样的股票 那这些都是我们觉得还不错 而且还有空间表现的 那重点是怎么进 怎么出 这个是需要老师帮助你的 如果你看节目 盲目去追高的话 一档股票 你反而是赚不到钱 那我的会员 包括忠实观众 我都是建议你早早买好 因为在2月17号开红盘 我就跟你预告贵买的对称满足点 你的操作重心在贵买身上 那2月22号的星期一 我们开始跟大家讲什么 先高出股票 所以买股票前提 你一定是要先做高出 因为每个人资金是非常有限的 当时出了什么股票 粉丝们可以做见证 我都是跟你讲 这一路以来我们的进出操作 2月22号星期一 我们高出了像林阳 林阳在开烘盘这个地方 24.35买进 在27块多这个地方去做出场 出场我们也没有看坏 因为这都是投资名单的股票 那当时买进林阳的穿价证据 在这里24.35元 这个都是能够成交的证据 然后包括开烘盘 我们买进了同心店 在这里去做买进 穿价证据都有去做提供 也是在2月22号 23号这个地方去做高出 都是节目上跟大家讲的 所以很多人是一直买股票 但是我们是带会员有进有出 为什么这么做 我想我在2月15号节目都跟大家先定调今年的行情 就是流年的行情 你要懂得高出低进 因为去年大涨之后 今年基期变高了 很多股票已经都在高位阶 都是走震荡的模式 所以如果你用去年那种方法来做股票 只买进不会卖出的话 会非常的危险 真的会非常的危险 尤其你看指数在涨 这两天股票其实很多还是没有涨的 23号出厂的同心店 这个是当时的穿价证据 同心店到现在我们会员都还没有买回来 因为它没有符合在我们的讯号里面 自然我们就先不会去买这张股票 所以操作一定是要有依据跟逻辑 包括2月22号星期一我们高出了哑光 粉丝们可以做见证 这是当时出厂哑光在百元这附近卖出的证据 然后什么时候买的 什么时候预告的 在2月15号星期一 先跟你分享三档电动车的股票 当时哑光70几块钱 然后另外两档电动车 一档是金区 一档是国具 那国具后来我跟大家讲 我们是还没有带婚人做出手的 那金区是不是从60块附近涨到八九十块钱 所以粉丝们这个都是直接公开讲 你都有机会赚得到 然后2月17号 当时哑光还没有大涨 我告诉你这是会员的持股 18号更正一下 18号拉出第一根涨停板 然后我们是有提供出会员朋友 实际上可以成交加码的证据 所以这是哑光 当时2月份跟大家讲的过程 所以有先高出才有前低接 然后现在的哑光开始今天又站回去月线 那怎么操作 我们会员都有在会员专区有设定价位 那在上一集的直播 包括前一集你有问哑光的 我想我想法都讲得很清楚 它就走一个横盘 价位我有给大家 所以这些股票都是电动车 我们跟大家讲的看好的三个大重点 半导体电动车跟5G 所以观看头部节目 我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先做预告 然后有迹象拿出证据 证据就是抠讯 抠讯如何分辨呢 会员主别对时对价跟日期 这个都要打在这个抠讯上面的 所以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标准 来跟大家验证 我们会员操作的一个进出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观看头部节目 你该注意的 而且我都是先预告 景硕 2月15号跟你分享 半导体先注意3DIC 载版的 星星南电跟景硕 当时我跟你分析这三档股票的金融评价 那我直接跟你点名 景硕的金融评价相对便宜 当时价格在80.3元 然后17号开空盘 你有机会买 当天拉涨停 我也告诉你是会员的持股 然后也告诉你是回升的走势 那回升代表会创新高 所以2月22号的这一天 我们高出一些股票 景硕当天也是做高出 跟你做一个说明的 有些会员朋友没有出的 我们会员的专属LINE 继续帮会员做追踪 所以拉涨停 后面的创新高 所以操作不要单打独斗 我们有会员专属LINE 帮会员朋友做一个客制化的服务 那雨瞻的客制化服务 帮花中美金 我们待会后段也会跟你做一个分享 景硕在4月13号星期二 公开跟观众朋友讲 100块是支撑 所以老师没有尝试 因为隔天大震荡 景硕刚好跌破100块钱 你有机会布局 然后在隔天的4月15号 呈现大涨 我们会员朋友是买在108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当时在4月16号 108买进之后 117.5做出场的证据 那为什么出场呢 我都提到 今年重视要会卖股票 所以投资朋友 跟大家提醒给大家验证我们操作 但是你不要自己看节目去追高股票 我像我节目都有跟大家讲 我们不会第一时间 跟大家公告股票卖出与否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员还没有出的 然后我们也有可能要再去做布局的 所以投资朋友 这些都是过程跟大家验证 如果你有卖出景硕 在这里的拉回来 包括在前两天的直播 问景硕的 我想我都有讲 113.5到115 这个地方是大量区 所以我们钱满营给大家价位 是不是非常的精准 你都可以去思考一下我跟大家讲的东西 这些价位都是透过大数据的统计 筹码跟成本的部分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拉回 牛年的特性就是好股票来回做 那我们会员在会员专区都会知道我们设定的价位区间 所以你有这些公司的都可以加我们赖 那会员的持股无档的分配方式 我节目上都有讲 会员有会期 所以我们会波段跟短线去做个搭配 有些产业趋势股 我们会放波段设定目标 那现在的一个股市的位阶做波段来讲 相对上比较辛苦 但是呢就是要去做点分段的操作了 那区间操作 透过我们系统找击败大盘跟资金焦点的股票 那陆续跟大家做验证 这是我们无档股票的分配方式 大中3月25号有些卖出跟大家讲 这档股票有卖出大中之后呢 会员才有钱去买零通 所以这时间都可以对一下325卖大中 然后在3月29号去买零通 51块5去买进 当天平盘附近买 然后拉了8% 在3月30号创新高 58块2这里 我们先获利了解 经过整理之后 今天零通也是呈现转强 这些股票都是在我们会员专区里面 有在追踪价位的股票 所以卖出大中零通之后 4月1号我跟你预告这个画面 3月底跟4月1号 我们会员朋友各有去买进这两档股票 那也跟你验证 分别是长科跟肩点 肩点会员朋友买在35块5 所以这是预告 跟后面跟大家验证的过程 那长科跟大家讲完之后 后面有创新高 然后这个肩点会员朋友买完之后 35块5买了 那当天收盘是35.05 这都是可以成交的证据 然后4月6号拉涨停 4月7号拉涨停打开 我告诉会员朋友还会再涨 要找加码点的看法不变 4月9号再度拉出这根涨停板 那节目上我都有讲 4月19号新会员朋友 42.5到43这地方 我们有去买进肩点 然后在这个4月12号的上周四直播跟大家讲 我们这里请会员朋友先去做获利了结 那为什么获利了结 当时的直播你可以去看 当天的卖压势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先去做出场的动作 那间点当初卖出的证据在这里 44.75 会员朋友都有机会卖在45块钱以上 包括后面我们把另外一笔也做出清的动作 所以其实你看我节目在隔天 你会发现到间点隔天还有拉涨停板 你都有机会卖的比我会员高 所以都没有我们卖股票 不会说这些股票一定要崩盘 并不是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股票 所以这次带会员操作给大家验证 那智琳老师也不会每档都赚钱 操作要取舍 这个在22号周四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AEI只能控制三档股票 那中美金是目前持有的一档 那这两档股票我们当时跟大家讲 因为不表态 所以我们做出场 所以大约亏损2%到5%的一个均价附近 然后做出场 所以4月24号这是高价会员朋友损出这档 然后我们这个赚钱的继续留 那微影这两天表现也是相对上还不错 蛮稳健的 然后如果AEI这组会员朋友有出场的话 我们把资金转到这档股票去 这是在4月23号在12点左右 我发这个图档给我的AI会员 那这个图档 我想你是我的忠实粉丝应该蛮清楚的 因为我们用这个画面帮大家解股票 解很多遍了 那这次我带会朋友买进雨瞻的操作证据 依据啦 就是日线跟周线趋势多方动人向上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认为有机会 所以我们把那两档股票资金 今天会朋友买进这档股票 call讯在这里 4月23号11点43分 今天会朋友买进827的雨瞻 49.5到50块这个地方买进 然后进涨后停损设46块钱 那发完讯息 这个都是穿价的证据 一个小时时间 都是在这个价格以下 所以买完之后 当天的雨瞻拉涨停板 所以同学朋友 有舍才有得 momo有舍才有得 来雨瞻 礼拜一昨天是不是在路 拉出涨停板 好那你看一下 我在假日跟大家讲 礼拜一开盘 你不要去追 震荡大会 有些的赖的粉丝说 他们有去买 那昨天是拉涨停 那重点是 今天懂不懂得卖 很重要 我们今天早上9点01分 我就告诉朋友 雨瞻57块钱以上 去做全数获利卖出 那在10点左右 都有在58块有翻红 那原则上 我们就是建议卖出 投资朋友 这个是可以穿价的证据 如果你在昨天那个价位买得还不错的话 你都还是有价差 但是提醒大家 不建议你看节目去追股票 原则上老师就是按照系统 会员朋友按照讯息 我们会找下一个符合的讯号 再做进场 或者是再去选择其他股票 所以雨瞻 我们先获利放口袋 在50块这附近买进 然后在57块多这个地方卖出 大约获利15%左右吧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是给大家验证的 那这个是会员专属的LINE 会员朋友确实有去买雨瞻 这个在昨天雨瞻拉涨停 会员朋友提到他中美金卖出了 那我们提到会再做接回 昨天是不是191.5有去买中美金 这个都是 给大家去对照的 都没办法照假的东西 然后会员问到雨瞻不要继续报 他买了25只 获利22万 那我建议他昨天先小卖个五张 那包括他去买了一档股票 买了40张 这档股票就是我昨天在LINE上面 跟大家讲的复制光照涨幅的看法 那今天也是拉尾盘的 待会我们来跟大家特别的说明一下 所以投资朋友 我跟大家分享 你是我的会员 我们除了给你简讯之外 除了给你简讯之外 会员专区的服务 我们在周二跟周四 会透过我们系统帮大家选 抢市股 在盘前就去做选股 那你看到雨瞻跟创建 这股票都是提前去选出来的 4月22号周四就其实 盘前选股就这两档股票了 那这些公司 会员票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我周六就讲的蛮清楚的 很多同业老师都把选股拿来当头衔跟绩效 但是选股是分析师基本的工作 不应该拿这个来做绩效 因为选股不代表真的有带会员买 而且你带会员买一定是控制股票的数量的 那你要怎么去分配你的一个持股 这个才是你要选分析师该去注意的事情 那4月11号礼拜天的选股 波段有利投资名单里面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创建有雨瞻 包括环球金中美金合金 这个都是我们节目已经追踪一段时间的 所以呢周报跟大家讲 我们选进来的地方在这里 然后后面涨上去 但是很多同业都是这样有选 就代表是他的绩效 这个是蛮奇怪的事情 所以雨瞻我们就确实有买 那我们也有拿出相关的证据给大家了 包括像合金这一选进来 这也在上周五拉涨停板 元泰在上周五也拉涨停板 那我周报讲蛮清楚了 重复的东西我就不再讲了 所以我们会员在这个会员专区的研究报告 都会看得到老师针对一些个股 我们觉得波段有机会的操作设定 我们都有写 这是1月底选给会员的 红金顺达点序 微影跟元泰 那元泰为什么在这里会选 然后后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波段是不是真的拉开这个幅度 而且我们的目标满足区 周六我跟你直接公开分享了 当时我告诉会员朋友会来到60块 今年预估赚3.2元的EPS 然后20倍本益比 你自己乘以20倍 大概64块钱 那昨天最高点是不是64块多 所以你看我节目的话 你会在昨天去追元泰吗 所以都知道股票 你不要看强势去乱追 有些股票的基本面分析 基本的评价分析 你要稍微了解过 你买的股票 到底现在还是不是一个低估的股票 你不要买在已经满足的地方 那当然你会套在一个相对高点 所以这些都给大家验证 时间拉长来看 你还可以看得到说自己老师的选股实力 包括像顺达90块钱 一样在1月底选进来的 告诉会员朋友会来到140吗 靠近140 这个都是跟大家分享过的过程 宏基2月15号跟你分享的 我告诉大家 停损涉25块钱 我没有尝试 这张股票300多一大股本 我告诉你 他突破了这个好几年大底 所以在这里 跟大家讲2月15号的节目画面 是不是告诉你停损涉25块钱 如果你敢布局 你敢涉停损的 这一段的波段 你赚不赚得到 所以士林老师的脸皮比较薄 我没办法这样圈起来 画上去告诉你是我的绩效 因为我们的五档股票 就已经有一定的分配了 但是这些股票 好的股票 都在我们会员专区里面 选给我们会员 点续也是1月底 在50块以下告诉会员 然后涨到160 那这个要算老师的绩效吗 所以投资朋友 这些都是选股的过程 到后面给你验证 包括像金豪科 也是在2月19号这个地方 假日去选的 这个都是有打证的 包括像光照 所以为什么我在昨天 大家会发光照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认为有一档股票 有机会复制光照这种模式 光照这个模式 所以投资朋友 光照当时告诉会员 目标区有些来到90块钱 所以一段时间 大家尝尝看 有没有来到90块钱 那在八九十块这个地方 你才去追光照 当然就是风险大于利润 所以这些都给大家验证 所以赖了好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昨天你有沒有收到这个图档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现在的操作 这档股票 我告诉会员朋友 你可以详细看一下我的抠讯 我给会员的抠讯都很清楚 去年年报大概赚多少钱 今年是受贿某某的原物料的涨价 然后我们节目上是跟大家讲 如果你现在做电子股 你要做就要做最上游的材料 因为上游的材料有缺货涨价 所以能够受贿 但是中游跟下游 因为缺货跟涨价 它的成本提高 有些产品可能做不出来 所以你要做 你要做最上游的 所以像Neverage 是最上游的 为什么会去做雨沾 这个逻辑 包括像细晶圆 为什么要去做细晶圆 也都是电子最上游的材料 所以这张股票 EPS今年有机会挑战4.5元 本益比20倍 有没有机会来到八九十块钱 所以观众朋友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复制光照的涨幅看法 那我昨天会员 依照讯息去买进基本单 所以投资朋友 这张股票有空间 我先邀请你 跟着我们一起做卡位 这张股票 我昨天有发这个图档 给我的普通会员 在10点21分左右 我这里发的这个图档 一样是照这个系统 你可以看 日周线趋势是不是向上 日周线的动能是不是向上 所以我们是有依据的做进场 然后今天早上还有翻黑 你都有机会买 然后最后是拉尾盘 所以投资朋友 这个股票还没有正式发动 如果你想布局的话 都是你的机会 所以跟大家预告 这个股票我们会有布局 所以如果你资金充裕 投资朋友邀请 你可以跟着志领老师 一起并肩作战 那个股买卖推荐 我们只有针对付费会员 看节目不要跟单 如果你要自行操作的话 盈亏要赐付 那接下来行情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资金汇率 行情不悲观 目前的美元持续落势 台币今天还是升破了28块钱 那虽然资金有入台湾 但是提醒大家 你要胜选会做一个进出的动作 路牙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年的操作重点 你要精简要会卖股票 我想我这个重点跟主轴 到现在都没有跟大家改变过 然后明天是摩台结算 而且这个月底 有非常多重大事情 所以股市已经先拉上来了 依照经验在这里 你要买卖股票 要很小心 即便我们波段看好一些股票 我们还是会在上面 去做点分段操作的 所以都是平常 今年操作 难度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你不要单打独斗 拜登可能在明天会公告 这个征税的计划 所以明天股市有可能震荡 然后明天又是摩台结算 包括苹果的这个财报 也在这个本周的一个下半周 要做公告 然后拜登还有第四轮的纾困 所以都是平常他要加税 那一方面纾困又把这个钱 给一些可能比较困难 就是把钱从富人身上 转移到穷人身上 所以这个资金的效应 我觉得还是会继续 所以行情股市行情可能不会这么快走完 但是从大数据来看的话 有些资料已经转落了 个股的一个现行也破坏了 所以在这里操作 你不要单打独斗 行情即便看好 但是你要懂得会 会做一个高出低进的动作 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所以待会的个股回答 如果AI没有读取到您的 您可以在影片下方这里点标题 下面有申请表连结 你可以点选这个连结 透过右边的表单 把个股问题写清楚 那志玲老师的团队一样会用钱 满营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个服务 然后原则上在隔天来做询问 再做一个回复 那你也可以加入我们LINE ID是小老鼠圈TEC 或扫描这个标签 那请看影片 帮老师按赞分享 我来看一下按赞数多少 请踊跃帮我按赞好不好 订阅我的频道 也帮我分享出去 我想志玲老师的节目 绝对是值得你分享给你朋友的 那有个股问题 透过体验表或加LINE 也可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2653-8299 2653-8299 感谢你的收看 好 然后在这里我们上半段的时间 进到这个地方 那在这里我把这段话 打到我们的一个留言板去 留言板去 那就是我们在这里呢 询问个股就先做截止了 我们AI就会去做读取 所以投资朋友 你可以先去休息一下 老师呢 待会马上回来 我们透过AI的方式来读取 然后待会来回答大家个股的问题 那我们待会见 咱们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现场 来,今天的按赞数怎么这么少啊 70几而已啊 多多帮忙一下好不好 来,赶快按起来按起来 帮我分享一下影片好不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 来,大家晚上好啊 我看一下有谁啊 Rita 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支持啊 好 在这里呢,真的提醒大家哦 股票要稍微做点调整 做点调整 数量不要太多 好,那我们先点名啊 看那个问股票的 这个是随机读取的哦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第一档是瑞萱 这个YUCHEN LIN 这位网友 有没有在线上 然后问逸光的咖啡小子 林伟恩 然后河硕 Rita 问的 然后问台拟的这个 WEW1234567 然后问这个 国具 李金具 丰益6189 Joyce渝 然后日月光头控的 李纯瑶 金利科 吴嘉玲 同志 郑小文 中美金 黄佩恩 林阳 陈小宇 辛全 罗伯特 童心店 然后LIN XIA IAN 这个网友 问亚通的这位 网友李千千 有没有在线上 来 第15档是 图德郡 好问立志这个股票 原则上先这15档 先这15档 好 然后后面这些的网友 问这个李奇 呃问亚光的这个92块钱这个 如果来不及回答的话呢 你可以加入赖或是影片下方这里填表 来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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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下方这里都可以填表单 好 智琳老师一样会透过钱买的部分来协助你哦 好不好 好 因为老师有点感冒 今天可能也没办法 跟大家讲那么久 来 好 呀 问亚光的问何其控的指节 可以填表 然后这个忍13问全汉的问金鼎的医神 亚太店的MING这个网友 都可以填表 林义甫问飞鸿的 全昆建这个环凯婷 哦 那问南帝的周伯瀚 台表科Andy 有静 陈嘉健 至冠周兴燕 中探针 陈世昌 好 问富财的 哦 这个 有些富财在上一集直播有讲了 所以你可以去参考一下看法没有变了 好不好 反正波段来讲你要马线股做就稍微忍耐一下 画面有点模糊吗 真的吗 现在会吗 现在会吗 他会这个镜头有点会自动对焦了 应该还好吧 有吗 来 那我们来接股票了 我们先看低档2489的瑞宣 成本44 44.5 这是不是 这个会不会太差差太远了 2489 有打错吗 44块5 那很久了呢 好 反正你已经打不知道是代号有没有打错 反正我就先讲好不好 这位网友有在线上吗 好 如果有错的话 你再自己跟我说一下 好 瑞宣的状况就先跟你说明一下 从我们系统上面来看的话呢 日线的日周趋势在多方 动人也是在多方 但是他是有慢慢减弱 所以他陷入这个横盘的整理 那给你价格的参考 就是我们系统的要续墙的价格是 画面模糊吗 真的吗 你画面模糊可能是你网络的问题 你看一下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可不可以把它调成HD 如果你的画质被降低的话 有可能 降到什么480p 就是你网络的问题 我这边直播看起来是 蛮正常的啦 蛮正常的啦 你要注意你的网络问题 来 续墙价格是 18.7 然后目前的大量区跌破 19.8这个地方大量区跌破 所以在这里是个短线的压力 那从系统上面来看的话 他虽然是多方 但是他就是陷入这个横盘量缩 所以呢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这个 在这里高档买的话呢 会建议你先 详亲文老师 好幽默啊 杰西卡 来 如果你是在这里买进去的话 我建议你可能稍微可以退场看 因为这里会震荡啦 我们看一下他的财务面的体质 看一下他代号多少 2489 帮忙按赞一下啦 来 盈盈率是负的嘛 这老师跟他讲的就是你 盈盈率稍微简单去看一下 盈盈率只要是稍微低的 我认为5%以下的话 这种股票你就稍微短线做就好了 所以这股票在这里量缩的话呢 会建议你可以先走了 好不好 如果你持有瑞轩的投资朋友 YUCHINLIN这位网友 来 再来换换那个第二档 咖啡小子林伟恩的 逸光2393 好逸光来讲的话呢 LED最近有稍微弱一点点 那从系统上面来看的话 在这里有转弱 日中线趋势在多方 但是有稍微转弱 周线动人在这里有转弱 好 所以呢 他目前就是陷入一个整理 那先给你下位 你可以参考一下 他要转强的话 47块4要站上去 我们系统上面的大量区 好 在这个48 48.4 48.4 48.4到49块7 这个地方 都是密集成交量的地方 那目前是已经都跌破了 那下方 这一季的大量在45.7 好 45.7 这是目前唯一还没有破的 所以呢 这个点如果破的话 他可能会整理更久 那目前看法上面大型股 他在这个横盘整理 好 2393 对啊 帮我按赞 拜托啦 按赞 YouTube会帮自己老师推荐影片 这是免费的广告 多多益善 好不好 帮帮忙 帮忙 帮忙帮忙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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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过去他到这里都会撑住嘛 43块8嘛 那目前从这里放量之后 整个成本线都是有跌破了 我们系统的密集的量都是 价位都跌破了 所以他就陷入这个高档的盘整了 好 那如果你真的要买就是 回来红色这条线附近再去买 我放大给你看 你要买你就是回来这个红色线这边再去买 那你设个停损 抓个距离 比较好好抓这个停损点 那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去买的话 基本上 不容易赚钱 然后 来来我我用一下那个 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 我看一下简报笔 今天太忙了 我都忘记了 好 所以呢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去买 基本上就不太容易赚钱了 不容易赚钱了 那他有他的惯性在了 哦 放大给你看 你要买就是照这个惯性去买 他会有 他有这个上升轨道的惯性 股票都有它的惯性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灯性 还有一个上升轨道的惯性 你要买就在上升轨道的下缘再去买 这个比就股票都有他的惯性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惯性 那异光 这股票LED的 其实我们也都看好了 也是看好 没有错了 但是呢 就是这个行情到现在 因为钱都走向那个传产去了 所以这股票很多都是线路盘整 很多股票我们觉得很便宜 都没反应的 还是没有量 所以这是目前的行情 在这里操作上有难度地方 所以呢不要数量 持股数量就是精简一点 两三档这样做就好了 给大家这样的提醒 所以股票看起来 这龙头线股票都还有机会 线型多方还没有改变 那他就是会整理 这是给这个咖啡小时林维恩的建议 成本是11块钱 你还是赚钱的吧 对啊还是赚钱的 就是原则上压力区给你的 压力区给你的 你再评估看看是不是要去做点 试度的获利 获利入带啊 然后减码回来 来到这个下方的支撑区 你要再买再买回来都可以 这给你的参考了 好了 我们看Rita问的这个合硕 73块6 73块6 7 4938 打错了 想说什么 会变股价变了好几百块 来 73块6在你成本附近啊 他的转强价73块钱在这里 岌岌可为 上面的压力区比较多 74块8 74块都是密集量的压力区 然后最近这一季到年度大量大概在81块7 所以目前从线图 从系统上面来看的话 他目前曾经转弱了 日线趋势也稍微转弱 动人也是稍微转弱 这股票应该就是整理了 然后之前的这个 好像大陆立讯的一些关系吧 有些 比较负面的讯息 所以这线路整理 那 合硕其实以技术面的经验来讲的话 在你成本附近 我会觉得你有 你可以考虑把钱收回来 可以把钱做别的股票了 这股票目前看起来 他会有一段时间 应该不太会有表现 那现在台北股市行情在高档震荡 你现在做这个 已经落势有套牢的股票 现行也都有呈现转弱的话呢 73块6 插三角 你可以接受的话呢 我是建议可以先直接出场 Rita有听到吗 减码出 把它出出掉 钱收回来嘛 先做别的啊 你看你那个台积电也解套了 有没有 我的祝福有收到吧 你都解套了 对啊 减码一下 不要 把资金比重降低一下 有震荡在买了 这行情 我们也都很小心 都已经拉 这个4月10号都跟大家分享了 基本的平价目标 台股有到了 在这里上去 在这里上去都存技术面了 所以你要小心 要小心 好 所以这是给你的回答 来 那我们看一下台你 这位网友 1101 传长股 周报有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会建议你赚钱的话呢 可以高出 那你是追高了 53块3 转强价给你参考 54块7是转强价 那目前是稍微跌破 大量区 密集带大量在56块6 56块6 所以呢 可以看一下他的线图 这里包括量了嘛 所以密集的成交量56块6 大概这里嘛 放大给你看 所以其实你这个成本53块多 原则上你已经是追追高的了 那目前这行情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看一下他的筹码好了好不好 帮你看一下筹码 原则上会建议你可以赚钱出最好了 不能赚钱出成本附近出也OK 因为他的这个 传长股这种原物料涨已经先喷一段了 而且也报过量了 他会先休息啦 那如果你要买你回来月线再买 会比较好 那目前他这个报过量之后 以经验上他应该就是月线不要破50块附近 然后到这个大量区 56块6这个地方就是区间震荡 应该就是在这个区间做震荡的股票了 所以给你参考原则上会建议你 你算是小套吗 可以考虑出场啊 赚钱都可以随便出好不好 来 这里筹码看起来这里融资有套牢 有没有 这里报融资 大量这里套牢了 所以这个 我希望你祝福你解套了 这位网友W123567 能解套先先收回资金 好那我们看国序李金句问的 金句啊你还在问国序 国序 这个 讲蛮多天的然后来 融资借券的问题了 就信用筹码面不好 然后转落日线趋势转落 大量区那时候我们讲580几吗 其实都有 我们讲完都有上来啊 那看 不舍得就没有办法了 这里吗 582吗 我们其实都有讲了 上来 那他就是横盘整理会需要时间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细部的筹码 帮你看一下 很多股票现在就是这样 千张大户上一周是有做点增加了 他的融资是在这一段 开始买的 这一段 我买了一段时间了 这一段 然后融资的成本在昨天是568吗 反正目前就融资套了都不出量 所以这会这种股票经验就是 会陷入盘跌了 然后 你如果是买620的话 会需要时间 解套了 那当然要行情 行情的一个 一个状况 我们也是 赚一点点 这个我们就先走 因为回来我们有设定价格要买 那看法上面的话呢 一样 540是支撑 他目前就是在540到580这个大量区 混一段时间 那 筹码 融资要沉淀过了 然后周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是继续的整理 月的角度看起来在多方还没有问题 反正他就是会在这个区间横盘 所以 你如果是现股做的话 金巨宇就是先抱着了 那如果能够上来 大量区 你再看要不要减码 记得 这时候没有任何讯号 你不要去摊平 不要拆低点去摊平股票 像老师带会员操作 我都是在一个地方 我布局一笔单 到某个价位 我可能会再进第二笔 当我进第二笔 如果我 还是错 还是没有符合预期 基本上我都不会再去买 同一档股票 那有些老师是一直往下买 往下买 但是我原则上就是在某个布局区 我会买一笔到两笔单 后面我就不会再去 摊平 除非对了 我会再去加码第三笔 所以如果你现在这个股票是 对你不利的状况之下 你就不要去 摊平股票 好不好 因为这个高价股 也不知道你几张 所以如果你张数多的话 大量区上来 目前的 靠近最近大量是570了 然后再来就是 583 那上去的大量区在628了 最下面的大量区 在这个 400块 这附近 所以这个会需要点时间 筹码需要时间沉淀 好 那被动元件 第2季听说要涨价了 所以当然 有些消息 但是他都没有激励他 所以近距你可能就要后一段时间 然后有来到580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就做点解码 然后这是给你的建议 好了 看一下 6189 就一次问的 封印 好你的成本是 36.05 好目前是赚钱的 他的 续墙的价格 41块5他继续墙 好那目前来讲的话是跌破一角了 我们系统上面来看的话他动能跟周线有 往下 有稍微转弱 然后大量的价格就是在41块6 所以这股票 看法上面就是最新的大量在这里 他要嘛就是一定要赶快涨 他不涨的话会出现获利了结 或者是套脑的人可能会想要卖 所以这个如果你是赚钱的话呢 你看看要不要做点解码 然后设个停利点 6189 6189来 你看报过量了吗 所以呢 41块6 刚好是 我们系统的价格 转强价在这里 所以经验上 我会先先先获利一些放口袋了 好那你如果 剩的部位你就看看 如果真的月线破 这个 红黑棒大量的低点破的话那你就全出 好不好 40.6破的话你全出 在这里你可以考虑先逢高卖 张述多的话你可以逢高卖 好这给Joyce的回答 然后看一下李纯瑶的 日月光 日月光 我想我记得之前好像你有也是有问过我有讲过他是沿着月线做的股票了 这是他目前的惯性是这样子 就是沿着月线往上走 他创高了所以其实你是赚钱的目前的系统来看的话是都是 多方了 然后平价面今年大概有机会赚9块10块吗 所以其实130 140我觉得是有这个机会但是要放了 那因为盘式的关系 他目前的经验 就是走盘间的股票盘间就是过高会拉回过高会拉回 所以过高的话你可以 张述多可以减买一下回来月线再买都可以 那以前的盘式我会建议就是 做点高出低进吧 好你这是赚钱的部位啊 张述多的话可以减买一点点 然后支撑给你参考 续墙价格 115 然后下面的一个大量区也是在115.5 所以115.5是一个短线 不要破的话都会续墙 那如果破的话可能就整理 那目前是118 你可以参考然后从系统上面看 动人有稍微转弱 所以我认为盘间的看法是差不多就是过高会震荡 过高会震荡 所以他今天过高有点上影线 好那步零轨道的方式你也可以参考啊 反正不要回步零 我不要破前一天低点 今天低点是115.5啊 刚好也是大量区嘛 所以破的话你可以 减码 或停力 你要不要全出看你自己 好不好 反正沿着月线 上下做那平平价面跟产业面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给你的参考 那我们看经历科 加里问的这个经历科 3228 今天是有大涨上来了 那那天我们有讲到 大量区的360那附近吗 这里 拉涨停这里 360这附近吗 那现在 即便他坦的话 这种小股本的公司 你的价格 成本 看一下 426这真的是 套了蛮惨的 我会建议你要 要有决心啊 找个地方 该停损要停损 因为小型股这个跌下来 这个样子他今天在这里应该会有反弹啊 所以这公司已经跌很多了看你的决心 因为这个也 也不知道怎么给你建议啊因为毕竟你在套套这个套有点深 所以呢 参考一下给你参考的价位啦 大量区还是在320最近的在这里的啦 所以真的如果他能够集谈上来月线 越的移动平均线你就参考一下你就手机设个 20日移动平均线 上来月线附近的话 不建议你停损 建议你停损换股做了 因为第1个这已经拉那么多 然后基本的平价面 3228 他的去年年报赚1块钱了因为股价200多吗当然这个是有特殊的一些题材 特色的一些题材但是 他已经超出他的获利 的一个 部分这么多的话呢你就是要技术面跟纪律啊 因为这个如果你真的是往上追的400多的价格 所以在上面的 破月线你就应该要停损 对啊 那这个 这个沸腾的事情打下来反正有谈还是要走了 好不好因为这个可能还是会持续一阵子的 好 这给你的建议 家琳给你建议了好不好 就是月线的部分可以的话 还是 要停损啊 来正小文文的同事 352317 好 从系统上面来看的话 他的日线趋势转弱 周线的 趋势 虽然多方但是有稍微往下了 那动人也都往下了 317的成本的话呢 有点远 越来大量 317你可能就是在那个爆量地方去买的 上面的 再更大量 335 5.5 所以其实都跌破了 好那短线上他当然 可能有机会反弹 周线趋势跟日线趋势看起来都就是陷入一个整理了 好所以今天的这里的涨停板上来的话 呃 没有没有的话不建议去抢反弹啊 看下他的评价 352 因为电动车题材他有拉这么大一段了然后那实际的获利跟影响 你可以去检视一下 啊 营益率7%左右也不算高了去年第 单季赚了 3块钱 营收第1季其实也是稍微 没有说很好了 所以这股票如果你从 他的获利来讲的话跟过去来讲的假设 赚10块钱 他现在的本益比也是2020倍以上了吗 也比台股的本益比还要高了 哦 所以其实你买那个价格等于就是跟精力科是一样的逻辑 你是追就是追追高的话你就是技术面因为超出基本面太多 就是像现在台股的位阶一样啊 我们认为那个平价面1万7 这以下 都还算是 OK 那上去就是只能技术面的 所以当然就是后 后面如果说有什么破线这种的就是你 就是一定是要停损 好那如果你的成本317 看法也是一样了上来月线的话 可以的话还是会经营停损 那如果有来到月线你真的还 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停损的话 有来的话你再来我们的line来问一下 好不好 我们再来协助你好不好 这是给那个 郑小文的建议 好不好 目前有机会谈了 从筹码 从这个资料看起来有机会谈了 但是动人都向下了 帮你看一下筹码好了 这融资维持率有稍微高一点 20几%融资维持率 所以融资成本现在哪里看一下 272 所以他应该会随着这个下降 刚好到月线附近 所以月线的逻辑没有错 有来月线的话 你张数多了至少减码 好不好 那要不要整个停损换股的话 真的有来来我们的line部分询问一下 那目前来讲 最近的压力都251 251 所以月线慢慢往下的话 刚好会在那附近 所以250附近 你可以再来我们line询问一下 好不好 再给你的参考 对啊同学会的账号是我的账号 没错啊 对啊是我的账号啊 我有请 我有请那个我们的研究助理帮我去发文啊 对啊 就给大家参考了 因为这个 这个 现在这个这个社会怎么变那么奇怪啊 对有牌照的分析师上去 大家那么讨厌头顾老师 对 网路上一堆素人没有牌的 乱讲一通的 那大家把他当神来捧 我真的觉得这个社会怎么会变这样 对啊 那就给大家参考了 反正就是我们整理的看法 盘式嘛 对不对 反正大家有在看的话 有些人可能因此间接来 找到自己老师的YouTube频道啊 对不对 需要大家多多帮我按赞推广影片 好不好 来 所以这个小文给你的建议啦 好不好 250块 如果能够 如果能够 能够赚钱 能够到那个地方 然后要不要换股停损来问一下 好不好 好 然后黄佩恩问这个中美金 对啊 这个有可能 你应该是看那个 你可能是今天追的吧 最棒的昨天追的 东美金看法没有什么变啊 因为这我会员就 高出我们又有接吗 接回来啊 筹码面 他日周线趋势都是向上 动人都向上啊 所以原则上这股票就是 做多看法不变 然后 续墙价格是192.5 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大量区 今天收盘价这个地方 197的地方 所以是守住的啊 看一下筹码面 后面的朋友 你问股票现在 抓不到 可能回答不到了 好不好 不是老师不帮你好不好 来来来来 影片下方有连结 点连结 或者是加赖 好不好 你后面在发问的真的是抓不到 很多人是中间 才进来看到 直播 然后问股票 那个 发问的提问时间过去了啦 所以你现在提问的话 可能没办法啦 不好意思 加赖或者填表来问 所以中美金 看法上面来讲 我们是 看多做多啦 我们是续报的啦 投信也开始进来买了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看 投信这里在停 凭损 然后这里追高 这里开始追高 所以啊 大家都看这个筹码 看的是 越做越短线啊 所以才不会 大家都还不会赚钱吗 199你会赚钱的啦 那看要不要 要怎么出我 我没办法给你价位 好不好 那支撑都站上去的 196.5 这个197的地方是支撑 是支撑 第一个大量的支撑在这里 然后192.5 手稳都还是续强 这都是在我们系统上面强势的股票 这我们会员都继续持有的 所以配恩你这个价格没什么风险 那只是什么价格要卖 目标价我没办法讲 目标价我没办法讲 那原则上你应该是可以赚钱的 来配恩续报就可以了 来 林阳 陈小宇2401 按赞多少啦 116了 帮帮人快点 主页按赞啊 你看上个 你看你们 帮我按赞周报的节目有4000多点月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啊 多多帮我推荐一下 来 林阳 这个我们有讲一段时间了 30块以上我都有建议是找停利点 因为这个我们之前的评估 就是 30块以下我都觉得算便宜 那30块以上你看他开始横盘整理 那从系统上面来跟你讲 他的日周线趋势都在多方 日线动人在这里开始转弱 所以动人转弱在上来 好像这种布林轨道这个 这种地方就是 就不能够去追的地方 周线动人有稍微 就是持平啊 但他没有整个转弱 要转强的话 32块站上 然后大量的价格 33块7 那你买的价格 刚好在这个大量的地方 所以你应该也是看到一些利多或股票 在冲的时候去买的 你应该在这里去买的嘛 就这个爆量的地方 这个位置你如果在这里 套的话可能会 会套一阵子的 那 你看你的属性 如果33块多你会注意 你应该是做短线的 破月线 如果真的破月线要停损 好不好 那上去祝福你能够解套了 解套的话 还是收回资金啊 因为这个地方 不是适合买他的地方啊 那这个股票 我们也是看好了 车用的一个 的影音娱乐晶片嘛 包括那个苹果新的那个AirTag 也是要用他的晶片嘛 那这个是中长线有机会的股票 那只是说你这个地方追就不好 这个拉回来 横盘区间整理 应该会在这个横盘区间整理嘛 破30块 再看要不要买这个股票 好不好 这个看起来就是日周线都会先入整理的股票 破月线建议停损啊 那能够 能够有利多消息 涨上来 能赚钱 可以考虑先走 好不好 这给小宇的建议 然后 然后新权 罗伯特 新权来看了 日周线的 趋势 日周线趋势 有在 在这里有稍微转强 然后动人也在今天有稍微转强 所以这个股票来看的话呢 看一下他的大量价格47.5 其实今天一度是有站上去的啦 续墙价是46.2 所以46块2如果都能够 续墙的话也可以续报了 你48块2那应该是今天追的吗 那今天就比较不适合买股票的时机呀 昨天也是比较不适合 但是他的系统还看有转强 台积电概念股这个我们觉得 是不错的股票 那这我们以前有做过 给你参考了 看法给你参考了 你追那个价格我觉得不就 没有那么适合了 这里 这个对称满足其实到了啦 我当初就是有告诉会员朋友 大概目标区大概50块了 为什么线会变这样 看一下 对呀 这一段 刚好对称有到了 那就进行横盘嘛 你要买在横盘 下面再买 你再买在这里 就比较危险一点 但是从线 技术面跟这个 条件目前是还ok的 但在这里去买的话你要设个停损 所以呢 43块7 是支撑 在这里不要破 那我觉得你就看你的状况 看你怎么去做操作了 这里我觉得是高出低进的一个做法 好所以 这股票现在状况就不适合往上追啊 那但是他是有转强的 所以你应该是能够赚钱的 好那就是支撑给你参考 46块2要续强的话 就是46块2 那下方的大量区就是在43块7 这两个价格给罗伯克参考 好 同心电 6271 同心电的话呢 他跟国具有点一样的问题 就是西洋虫方面稍微比较不好一点 然后他的日线的趋势向下 动能也都是转弱 所以他就陷入这个盘跌 然后最近这个大量价格196.5 就在这个地方 在全部都是跌破的 上面的大量在215 217 225 所以你这个价格刚好就是在当时那个大量区就我们出场的那个 那个 下面了 他要续强的话 197.5要站上去 那目前是筹码跟 在这一段有借卷 然后 这个就是会陷入整理的 那我刚刚的投影片这里 看一下这个 投影片 这里 这个下降轨道他都还是在这个下降轨道里面 那量都是一直缩掉 如果要买是至少回来下降轨道这个下方再去买 然后去拼他会不会去突破下降压力 你如果是 这个下降轨道如果都没突破事情上来 靠近下降轨道的地方 你再看看要不要减码 好不好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没有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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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断线了 断线的话呢 我就继续把它讲完了 好不好 来 我就用录影档 等一下上传上去 因为断线了 网路断线了 好 那同心电的看法 就是等待下降压力线 好 那亚通的话呢 6179 好 各位投资朋友不好意思 因为老师家里的网路断线了 所以呢 今天的直播 我们就先进到这里 那如果没有回答到您的话呢 你就是用这个 填表 或者是直接来电 好不好 来做一个询问 因为网路断线了 现在网路断线了 透过填表或者是 呃 加我们的赖来做询问 加入我们赖来做询问 好的 那今天的直播就先进一下这个地方 感谢投资朋友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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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